他是退休刑警 秉明條子哥 不只出書 也常常在臉書分享 憧憬的故事 不過去年九月 在臉書上的一篇貼文 卻充滿爭議 發文寫下看到名車闖紅燈 駕駛是一名年輕男子 請他出示證件 對方卻回 你知道我爸是誰嗎 沒多久副分局長就來電 說你不知道 他爸是行政院長嗎 隔天兩支申戒躺在桌上 理由是態度不佳 影射助日代表謝長廷的 楊子張維洲闖紅燈 還耍特權 但檢方調查發現 這內容根本與事實不符 依加重誹謗罪將他起訴 十二號條子哥也當庭道歉 委任律師出面緩加 條子哥也在臉書發出道歉函 說誣耻張維洲氣焰囂張嗆人 還仗著爸爸是行政院長 向臺北市警察局施壓 造成張維洲 民運嚴重毀損 深感歉意 根據了解 條子哥必須在臉書上 發道歉聲明七天 誹謗官司 就渴望以和解收場 不過玻璃是大人 知法糞法 還是得為自己的行為 付出代價 華視新聞綜合報導 哈囉大家好 我是乃魚 要交給大家兩個任務 第一個 華視新聞的臉書專頁 你按讚了嗎 還有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 趕緊訂閱起來 還要記得按讚 開啟小鈴鐺喔